流产案例 网站上面有看到 两个来自美国的胎死腹中的案例 我跟我先生信心大增 就决定用原始点的方式来进行自然营产 刚开始我先生每天帮我按下背部 间锥还有臀部 那我自己喝浓浆汤温敷三小时 就这样过了六天 这当中就只有少量的血 流出的血是深层的暗核色 就没有什么动静 基金会是跟我们讨论之后 发现我的体质非常的寒 应该要喝更浓的姜汤 温敷时间要拉长 要加上运动 还有按推 那我第七天就开始照这个方式做 第十五天刚开始早上觉得肚子闷胀 可是到了中午十二点我痛到站不直 然后一直冒冷汗 疼痛一直越来越增加 频率越来越增加 我痛到没有办法站起来 那时候我发现流出了很多很多的鲜血 这其中换了三次的衣服 那疼痛就像症痛一样 一阵一阵来 频率越来越高 这当中我有温敷 温敷可以立即舒缓 一直到三点的时候 油比较好了 我就只好爬起来 打电话给基金会 基金会马上建议我 躺着用拳头去按压 剑锥 果然效果非常的好 疼痛就舒缓了 也没有持续的疼痛的现象 之后呢 开始流出很浓的鲜血 量都非常的多 后来一直流到第四十五天 流量慢慢变少 第四十五天的时候 我发现生理期来了 那我们都是用猜想的 应该是 我们想应该是 流自然银产已经完成了 可是还是不敢去 照超音波 因为怕被医生骂 那我们就过了三次的生理期 发现生理期都很顺利 那我们才敢去照超音波 后来医生证实 我们这个过程是非常 流得非常的干净 这才完全放心 我发现 有很重大的改变 就是我的金钱症候群 有严重的眼睛酸涩 还有胀气 肚子胀气 还有有时候会偏头痛 那这些状况 居然都没了 那还有我自己的流量也增加了 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 我发现 用原始点的方式 让我的体质改变了 所以我很感谢基金会的 职工在这过程当中 一直在协助我 那更感谢张照汉医师 愿意把这个方式公布给 所有的人 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 可以用这么好的方式 让自己康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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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